大家好 我是小林 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 睡过头了 今天是周五 本来还想说 今天好好玩一下这个奖励的 看着我今天这个奖励有点悬了 29单 奖84 今天感觉硬着头皮 都要把这个奖励拿到手 口碑值又涨到0.15 现在口碑值339了 看一下今天339 借单怎么样 当全区域借单机会 都好像是报单了 11辆车7个国家辆 确实报单了 看一下第一单怎么样 车子是满电 今天还是下雨天 开机五分钟 貌似这个报单和我没什么关系 是DG在给我挑单吗 先去买个包子吧 再买个一家包子店 两个肉宝一杯豆浆 今天真的很奇怪 开机都已经十几分钟了 还不给单 平时只要开机基本上 不数秒单 两三分钟之内都要给单的 难道是因为我今天起了太晚了吗 因为平时我开机的话 基本上是集中在6点到7点钟开机 今天是7点过几分才开的机 先吃早餐吧 这种早餐再说 实在不行就等下换个地方 现在都是7点22了 我等了15分钟 就给我一个蚊子了 你没说气不气人 哎呀算了也不去想那么多了 刚好今天29单的任务 就当冲任务去了 是吧 全是大胆也不行 任务也完不成 就要靠这种小单 才能完成我的目标 哈喽朋友们 现在是下午的1点40 我现在在灯二环桥下面充电 上午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全是蚊子单 然后今天上午在栏栈 带了两个半小时 拍了一单扫山蓝路 我去 所以我今天上午这个流水啊 也是特别的惨 剥个半小时 一百二十七 然后接下来还是跑试试单 啊到了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弟弟啊 没有给我补流水 那我后面的话 我肯定是要拿这个奖励 然后我就会选择 在欣赏大区域跑 因为今天是周五晚上的话 肯定会特别堵车 目前现在是还没有下雨的啊 如果待会下雨的话 搞不好堵车还要提前 好了 这话不多说 马上该干 上午跑了79公里啊 这车子店又充满了 我也把它敬礼一下 79公里 只跑了一百二十七块钱 现在是晚上的9点五十 在春天站补店 把这个车子店补满 我就收车了 然后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啊 把这个奖励拿到手了 下午的时候 打了一个区域 就在欣赏跑 主要是上午的时候 出了一点小插曲 在南站等了将近三个小时 给我一单去扫山百路 真的是气得吐血 所以从那以后 我就知道今天 肯定是没有好弹了 所以下午 大概跑到三点钟左右 我就打了一个超顺区机场 然后从机场直接放坑 回到了欣赏 晚上的话 就一直在欣赏拍蚊子 主要还是有这个流水加速卡 所以我的流水也没有落效很多 要不然的话 我估计今天可能400的上不了 所以今天的话 就是440日的流水 奖励是84块钱 12.6个小时 然后我发现明天又有这个奖励 这滴滴真的是要玩死我们这些司机 看明天完成30单 讲85 看到这个奖励 我就知道明天又是坚来的一天 明天又是打技学的一天 只要他出了这个奖励 你每天如果说没有拿到 就心里不甘心 所以明天的话 我就不想打区域了 希望明天能够跑实实弹 把这个奖励拿到手 那我明天的话 应该是可以跑个600块钱 最少有600 所以今天的话流水确实差了一点 好了 废话不多说 回去休息了 明天的话接着干 有喜欢小铃视频的记得点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